主料,豆腐300克,青椒2个,洋葱50克,辅量,油,盐,生抽,蒜,花脚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原料图,青椒,洋葱鲜块,锅里放油,将豆腐切片下锅接至两面金黄,盛出备用,锅里再倒少许油,爆香蒜末,花椒,下青椒和洋葱, 炒至断生后,倒入煎好的豆腐,爆烟和生抽略炒即可,烹饭技巧,煎豆腐需要耐心和注意火候,中小火即可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